欢迎回来来关心中国新闻 昨天早上9点 浙江凤化一栋五层楼的建筑物突然倒塌 至少有15户人家被埋在华丽堆下 目前有7个人被救起 一人送医不治 倒塌的楼房在去年的例行检查中 已经被列为待整修的围楼 当局目前仍在调查围楼突然倒塌的原因 而近年来 宁波多次发生楼房倒塌事故 也让民众怀疑工程质量问题 浙江凤化一床五层楼的建筑物 在昨天上午突然粉碎性倒塌 总计约有15户人家被掩埋 尚无法确定实际受困民众人数 目前有7人获救 1人送医不治 此床倒塌的建筑物在去年的例行检测中 已被认定为围楼 虽然政府已安排了整修计划 但是当时政府认定 建筑物的状况还不到驱离民众的程度 据募集民众表示 坍塌楼房的断壁露出的钢筋很细 怀疑是工程偷工减料所致 当地媒体也报道 该楼房居民在上星期 已向相关部门反映过 楼房墙壁出现了裂痕 自来水漏水等现象 造成围楼突然倒塌的原因 仍在调查中 新唐雅台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